歡迎收看愛麗絲的變身教室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比較厘薄的韓風眼妝 之前甜美的風格比較漂亮 那它的最大特色就是韓風的眼線 首先呢先從眉毛開始 用的是1028的眉筆 然後這支眉筆比較方便的地方 就是它是寬的筆頭 所以很輕鬆的一筆畫過去 眉毛就可以填滿 那這個眉型呢 會先用一個比較平刷過去的方法 然後再把眉毛畫細細的 可以稍微畫出一點點的角度 然後從眉毛下緣慢慢的加深 另外一頭是海綿棒 可以用這個來把剛剛畫上的稍微暈開一些 那暈開之後可能會有些掉色 所以必須要在這個眉頭的地方再加強一下 因為我眉眼比較開 所以我通常眉頭都會畫出去一點 如果跟我一樣比較開的人可以用這個方法 然後呢再用眉花棒把眉頭的形狀把它修得明顯一點 然後呢再用眉花棒把眉頭的形狀把它修得明顯一點 然後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可以把一些可能有空隙的地方 再把它補滿一點 然後這樣子眉毛就畫好囉 再來畫鼻影的部分 再來畫鼻影的部分 是我很常用的CAD的眼影 然後呢就是在眉毛下方旁邊的這個三角圈塊 反覆的刷上 再刷稍微深的棕色 用兩色慢慢疊上去的效果會比較自然 主要是加強在眉毛下方跟鼻樑側邊 然後就是少量多次的方法 再來眼影呢 用的是Misana的眼影盤 然後先在整個眼窩做打底 這個打底色其實可能看不太出來 然後第二格的顏色 稍微深一點 剛剛第一個打底 雖然顏色不太明顯 可是還是必須的 因為這樣才能把後面的顏色帶出來 然後最深色 從眼尾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我的眼摺線到後面是消失的 所以我從這地方把它做延伸 這樣就會讓雙眼皮更明顯 然後從這個眼摺線往下 到睫毛根部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三角區塊 把這邊補滿 然後暈染眼影的方式呢 就是要有耐心慢慢一點點的暈染 從眼角這邊斜上 這個角度 一點點的慢慢上上去 不要一次太重 一次沾太多粉上去的話 就會變成一塊 然後呢 慢慢的往上 加 擴大它的範圍 也是一點點的加 不要一下就畫太高 你可以看到 左上方眼尾那邊已經有一道意義了 然後我們從這地方往下 延伸下眼尾的地方 越往前就要越細 眼尾這樣就是連成一個三角形 你可以在順時把上下眼影把它連起來 然後下眼尾呢 是慢慢的把它補滿 再來就是用筆刷 稍微暈染上方的部分 這裡就是輕輕的 把顏色稍微刷上去一點 這樣就完成漂亮的漸層 那再來呢 要用亮色的白色 把它刷在眉尾的地方 還有就是點在眼中眼球的位置 用指腹把它輕輕的點上 這樣子就會更有層次感 然後呢 接下來就要畫眼線 用黑色眼線一筆 沿著睫毛根部 慢慢的畫 到圓尾的地方 就是平行的拉出去 稍微的畫粗一點 好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平行拉出去之後 有沒有從眼角斜上 跟上面那個平行線接起來 這樣子 然後呢 再把中間的這個空隙把它填滿 眼尾尾就是要畫尖尖的 你可以用棉花棒輔助一下 然後把裡面都填滿就像這樣子 去完成囉 往下看的時候 就可以順便檢查有沒有畫不整齊的地方 好 接下來眼影的地方呢 就用咖啡色的 也要把眼影再次的 把它加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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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用金色帶亮粉畫在下眼影的前段 用點壓的方式 然後這樣子就完成閃亮亮又俐落乾淨的寒風眼妝 唇彩的部分用的是L'Oreal的唇釉 然後就是上了一層之後第二層呢就指在唇中的地方 讓它呈現自然的暈染感就好 這樣子就完成囉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妝容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到我的FB跟Vlog來留言 然後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要訂閱喔 歡迎大家來逛我的Vlog可以看更多的圖文喔 那下次見啦掰掰